字幕提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全灣埋葉布廠 全灣埋葉布廠 阿修哥,不得你經常看著藍紅姐 我就是在全灣埋葉布廠上班 又不叫你問問我 早起五十年代 全灣已經是紡織業中心 香港最大的沙廠和染廠都坐落在這裡 因為現在內地局勢很混亂 有一批工業家帶著很多錢 和很先進的機器來到香港開廠避亂 我現在進去開工 全灣算是新界 地價當然便宜 但它又近九龍 所以交通也算方便 再加上後面有個大霧山 水源充足 所以就是紡織業大展拳腳的好地方 不單止紡織業 湯匙、製衣、塑膠等等輕工業 都在全灣非常蓬勃 趕起課來 時事都不夠人開工 我們做領班 有時設身問題 不夠人都是我們自己負責 開工後先找助手看著 自己通常是駕駛車出去 石尼貝、大窩口 例如上夜班便找中班下班 下班的人加班 上班便找早班下班的人加班 便找到零一時回來 敲門的 有時他未找過女工 他先生便以為你做甚麼事 都很尷尬 不過大家熟悉了 知道你這種情況 都很合作 很幫助手 試過最厲害是怎樣 九號風球 都要出去找 駕駛車出去 那些鐵片 飛得很難 外國這麼多訂單 這些大廠做不完 就留下來讓我們的小廠做一下 謝謝 謝謝 所以我們大霧山腳 這裡有很多山寨廠 不過你別誤會 山寨的意思 不是你們現在說的老番 抄襲別人的設計 那些山寨 真的在山邊用木、鐵皮 建造的小型工場 你過來看看這邊 這些就是我們把貨 運到馬路的鐵軌 那時候西樓角 省渠 就是那樓下 搭一間木屋 自己是做一些 又是山寨廠 家庭式 不夠電 看如何搭一些電 哪裏都是放一些 小小機器 搭一下搭海 又多些 搭一搭千多呎 做一間山寨廠 住也是那裏 工廠也是那裏 貨倉也是那裏 總之那裏都是那裏 沒有請工人 全部都是自己家人做 誰有空做就誰做 做就有空做 做就有空做 或者做好 有人給你一些命令 又請多一兩個人幫忙做一下 這樣 逢是山寨廠 做單一的產品 一隻插頭 或者一隻螺絲滴 在廣貨來 你做出來的產品 原來是不標準 是降不了電 那一隻都是把那個 插了那些銅電 咬彎一點 即是自己在這方面 專業知識不夠 總之這樣弄彎 它過了電 就是了 工業蓬勃 加上新市鎮發展 帶來更加多的居住人口 還安家一帶 這個荃灣最早的市集 亦越來越旺 但是背後的原因 竟然和規劃不足有關? 在1986年之前 葵聰、麗景、青衣一帶 都屬於荃灣區 而公共房屋 就在這些新開發區 或者荃灣山頭興建 他們早期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配套不足 居民往往都要回去 荃灣市中心消費 我小時候就住葵聰 以前的洗字區 有甚麼喜慶 做生日 去喝茶、吃飯、行花市、看龍船 整個活動中心 其實都是在荃灣 我也是獨小學時間 開了兩間中式酒樓 一間叫黃金角 一間叫嘉年 下去是有冷氣的 三層 食物又好吃 地面又乾淨 又推車 最特別是大家出來 讚不獎是甚麼呢 廁所是坐廁 不是蹲廁 在那裡喝茶 廁所都已經理用了 因為那時的洗字區 廁所是空間 所以突然看到 有個酒樓 提供免費廁所 還有廁紙 就是驚懷天人 走下去 不是喝茶都花了 廁所也算是廁所 消費區過分集中 亦帶來社區問題 重案界、川隆街一帶 都曾經因為小販太多而阻塞交通 初時仍在街市仔附近 在那裡擺賣 李民府、李民官 就是跟警察局說 全罵那麼多小販 為何你們不拘捕他 他們說完一輪 在1962年 就把川隆街畫了 一個小販一個位置 三呎成四呎 就這樣安照了小販 喂 走到爽氣就在這裏 在這裏 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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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人幫 在這裏就不用跟別人爭食 是吧 又不用被人趕 說了 80年代 要取替我們這些小販 因為千龍街 兩邊的小販 敗滿在這裏 那條馬路不是拆了 小朋友走過 快點都不行 第二個問題 亦都是難看 多方便加起來 所以 就找個地方來安置我們 現在是厚地方 搬來厚地方的包括川隆街 和周圍大約200個小販 只需要交牌費 不用交租 經營成本低一點 貨品就可以賣便宜一點 所以當時全灣的草根階層 很喜歡來這裏買東西 全灣是新界第一個衛星城市 但早期政府對怎樣規劃 新市鎮經驗不足 例如低估了全灣的交通需求 所以60年代初 不單止不夠巴士出入九龍 就算由葵聰到荃灣市中心 都不容易 巴士等很久都等不到 當然唯有有那些豬龍車 是貨車來的 就有那些帆布蓋頂 兩邊就兩寒凳 中間有一條繩就凳下來 就在車尾上車 那如果你駕著這條繩 踩著車尾 你夠技術一次就上到 如果你不夠技術 上幾次都上不到 真是很辛苦的 尤其是如果下大雨更麻煩 下大雨就要單傘的 坐車尾坐後面椅子那些 不是很鄉下 但你覺得是成交之間 是有一個距離 有一層次 譬如在荃灣買一件校衣 有些國貨公司 或者有些比較下屆的東西 不夠漂亮 再進一步 就叫做青山道 就旺一點 多些東西買 青山道的東西比較漂亮 然後青山道都嚴老套 再進一步就叫旺角 旺角就比較普遍 有錢一點 東西又高價一點 再進一步就叫尖沙咀 1982年 地鐵終於開通到荃灣 而5號和9號幹線 這些高速公路通車 亦打破了荃灣 和九龍市中心之間的成交距離 荃灣變得越來越現代化 而中安街一帶依然興旺 近一、兩年 多了大陸的自由走下來 還有一些在南亞那些 多了有些人來買東西 難租當然沒辦法 因為商場多了 商場有冷氣 所以生意暑一些 下年過了青葉 年頭十天八天 這次就拆了重新改變了 希望多了一些客人來幫顧 希望分開一杯羹 今年已經是荃灣發展 成為新市鎮的50周年 在這個新舊交替的社區中 可能會有很多人覺得它集亂無章 但其實只要細心這樣看 你就會發覺它是亂中有罪 包羅萬有 我總是覺得 一個社區變得太過規範 反而會失去那種人情味 變得不太有趣 你覺得呢 想看多一些今集的內容 請留意以下網頁